气体结构的工程施工啊 气体结构主要就是我们先学我们气体结构 我们离不开什么 离不开我们的气质沙浆对不对 所以说首先我们看一下原材料的要求 第一个就是水泥 水泥的强度等级应该根据我们沙浆的品种 以及我们这个强度等级的要求来选择 M15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气质沙浆 亦使用32.5的普通通用贵酸水泥或气质水泥 M15以上的亦采用42.5级的普通贵酸水泥 这个一般不会考虑 那么沙子亦采用中沙 毛石气体亦采用粗沙 因为毛石个头特别大 那时候就没必要用中沙了 粗沙就可以 石灰高 大家不要再讨论刚才那个问题了 那刚才那个把粮什么的 那是在现场 都是后章法 我听有同学提到了 非常好 都是在后章 都是在施工现场完成的 施工现场完成的 所以说 先上后下 先上后下 那么水泥沙浆 我们有的时候就有混合沙浆还记得吧 混合沙浆里边我们要参加什么 石膏 是吧 那么石膏的话要有一个俗话 对于我们一级建造师 我们在学建筑这个建筑材料那一部分的时候 2018版的教材把这个石灰还有石膏给大家删掉了 删掉呢 就认为这块确实是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它影响到的是这个地方 影响到的就是我们在讲沙浆的时候 混合沙浆的时候 就说为什么混合沙浆在我们电层 或者是陶氏的部位不能用混合沙浆 那都是因为石灰和石膏不能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 它强度会降低 那么如果说这个生石灰熟化 所谓的生石灰对氧化钙吗 熟化就是生成气氧化钙 石灰钢 是不是 气氧化钙 是不是 给它一个熟 所以说你见过那熟化池吧 是不是 然后这生石灰放好 然后放水 是不是 然后体积膨胀 然后有热量 对不对 热气层膨胀 放出大量的热量 放出大量的热量 那么 当它熟化成石灰高的时候 应用孔径不大于这个的网过滤 熟化的时间不得少于七天 不得少于七天 这指的是生石灰 一般生石灰都是块状的 就像我拳筒弄大的一个块 生石灰块 甚至比我这拳筒还要大 生石灰块 所以说 它的熟化时间是不得少于七天的 那如果说是磨系的生石灰粉呢 是粉 那它肯定和水反应素更快 是吧 那熟化时间可以少一点 不得少于两天 配置水泥石灰沙浆的时候 不得采用脱水硬化的石灰膏 那么 消石灰粉 不得直接用于七度沙浆当中 消石灰 浅化盖 说实际上 消石灰粉 不得直接用于我们的七度沙浆当中 熟化时间 是一个要求 是一个考试的点 那么 沙浆当中用的水 液采用液用水和混凝土的要求是一样的 如果采用其他水源 水是应该符合混凝土用水标准 沙浆的配合笔 那么和混凝土是一样的 应该进行配合笔设计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进行适配并确定 那么并同时满足什么要求 来了 混凝土的话是强度耐久性和工作性 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下 它有强度的要求 对于沙浆没有说什么强度 人家对于沙浆说明白 抗压强度 对不对 好 稠度 稠度是沙浆流动性的一个指标 是不是 稠度值越大 流动性就越大 还有一个是保水率 所以说沙浆配合笔 同时满足 稠度保水率和抗压强度 抗压强度 这个要知道 警方多选题 刚才说了 稠度值越大 流动性越大 那是因为我们在测 那个稠度的话 就是那个小锥体进入我们那个沙浆的深度 那个深度就是一个稠度值 所以说稠度值越大 流动性就越大 那混凝土的配合笔 刚才提到了 当气柱材料为粗糙多孔且吸水较大的块料 或者是干热条件 那干热条件下的话 它不是容易吸水 所以说一选用较大稠度值的沙浆 反之我要选择 稠度值较小的沙浆 这没有什么考点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刚才说了 这个我们的这个沙浆配合笔设计的话 有稠度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保水性是不是 那个保水性 叫保水率 它的一个指标就是分层度 分层度不得超过30 30个毫米来确保沙浆具有良好的保水性 而我们混凝土的保水性一般是肉眼观测 但是沙浆的保水性 它是有一个指标的分层度 你的分层度是不得大于30个毫米 什么是分层度 我在前面讲材料的时候讲过 沙浆隔半个小时 之后我们再测它的流动度 是不是 两次的这个差值 是不是 流动度的一个差值 就是一个分层度 是不是 分层度不得超过30个毫米 那么这个30 前面刚刚讲过 是吧 好几个强度都是30兆帕 是不是 孔盗灌浆 30个兆帕 采取消除阴力的钢筋的时候 和民主的强度不得低于30兆帕 是吧 这又来了 这是30个毫米 那么这个整数啊 但是 施工中不应采用强度等级小于M5的水泥沙浆 来替代同强度等级的水泥混合沙浆 那你比M5等级小的也就M2.5了 是不是 也就M2.5了 也就是说 如果人家用的是水泥混合沙浆 是M2.5的水泥混合沙浆的话 那么你想把它换成水泥沙浆 你必须提高一个等级 你必须提高一个等级 但是为什么 是因为强度 因为此时强度很低 所以说水泥混合沙浆不加石灰 加石灰主要是增大我们的一个流动性 增大我们的一个流动性 所以说加石灰对我提到我们的强度 并没有多少帮助 它还可以 就是加了石灰以后 还可以保住 更好的包裹住我们的沙子 那么如果说 你M2.5 你替换成水泥沙浆的时候 没有石灰 没有石灰的话 你水泥用量少 因为你强度DFA 水泥用量少 水又多 那你有可能是什么 你可能是导致出现其他的问题 就是你比方说你的这个年距性 保水性会容易出问题 所以说我们要求如需替换的话 你的水泥沙浆应该提高一个等级 对于原因我还是这个样子 学习呢 有一些知识点 可以追根求援 有一些知识点 你知道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东西是规范当中的规定 小于M2.5的 水泥沙浆 来替换 同强度等级 混合沙浆的时候 如需替换提高一个等级 你比M2 M5小的也就M2.5了 是不是 那么沙浆的拌制及使用 沙浆呢 应该采用机械拌制 机械搅拌 搅拌的时间是自投料丸开始算起 那么如果是水泥沙浆 或者是混合沙浆的话 那么拌合时间不得少于两分钟 如果说你里边还参加了什么粉玫瑰啊 或者是盖加器的话 我们要适当延长我们的搅拌时间 不得少于三分钟 那么现场拌制的沙浆 应该随拌随用 拌制的沙浆 应该在三小时内用完 三三制 应该在三小时内用完 如果说当我们的施工期间的最高气温 超过30摄氏度的话 应该在两个小时内用完 能记住吗 我们拌好的沙浆 应该随拌所用 是不是 应该在三个小时内用完 三个小时用完 如果日间气温最高气温超过30 的话应该在两个小时内用完 又是30 对不对 我们在前面讲大体积混凝除的时候 入膜的温度也是不得超过30 是不是这样啊 决热温升的温度不得超过50 对不对 好 又是30啊 记住这几个数字 还是比较容易在选择体当中考到大家的啊 来 沙浆的强度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了 是不是啊 它是滇长7.07 有灵有整 是不是啊 立方体的实践 两户28天 而且是标准 是不是啊 一组三块 抗压强度值来平定 那么这个沙浆室块应该在泄料过程中的中间部位随机取样 现场制作同盘沙浆 只应制作一组室块 一组是三块 那每一检验匹且不超过250立方 250 非常吉利的数字 是不是啊 那么 每检验匹且不超过250的气体的各种类型机强度等级的气度沙浆 每台搅拌机 至少应该抽点一次 抽点一次 了解一下就可以 没有特别 特别的一个点 这个地方是个点 是不是啊 我们的尺寸 是不是啊 我们四块的尺寸 一组几块 好 那么沙浆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用沙浆来气柱的我们这个气体工程 我们这个气体工程 这是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气柱的图片 对不对 而且大家看一下 这个灰缝还是非常的饱满 而且是平整 是不是啊 平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烧结普通砖气体 气柱的方法 有三一气柱法 所谓的几浆 就是先铺一层浆 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浆 就是一下铺很长 然后再放砖 然后刮浆 还有这个满口灰法 四种 那么通常一采用三一气柱法 就是一产灰 一块砖 不是你一铺一堆毁啊 一产灰 一块砖 一柔压 或一几柔 对不对 二件还是叫一几柔 到了一件就是一柔压 都可以 那么考试的时候还考过有一次 说三一气柱法指的是什么啊 当采用铺浆法气柱的时候 那么铺浆的长度不得超过750 如果施工气温又来了 施工期间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时候 我们的沙浆应该在两个小时内用完 对不对 那么铺浆的长度不得超过500 啊 不得超过500 好 这是两个可以考大家的一个点啊 240后 成中墙 它的每层墙的最上一体砖 砖气体的接台水平上 以及挑出的外皮砖 应该整砖 钉气 240后的成中墙的 每层墙的最上一体砖 我们看出啊 我们看出 当然这是一个气块是不是 这看这个大小也可以是我们的烧结 比方说粉灵灰烧结砖之类的啊 那么最上一体砖看到了吗 最上一体砖 这是钉气啊 所谓的钉气就是 垂直的那个是不是啊 垂直的这个啊 你看垂直的这块啊 啊 这样 这是钉气啊 整砖钉气啊 整砖钉气 那么我们的气柱方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比方说一顺一钉 一顺一钉指的就是 你看下面哈 就是这个短的就是 就是下面一层是 是这样子的 比方说这是 钉 是不是啊 然后上面一层就是这样顺过来 是不是啊 顺过来 所以说看这是钉 这就是顺 对不对 然后这是钉 这是顺 能看清楚哈 那么 梅花钉式 那就是在这一皮砖 在这一层钉里边 是不是啊 在这一皮砖里边 既有顺的 又有钉的 这叫 梅花钉式 那么 三顺一钉呢 就是大家数一下哈 比方 这是第一顺 这是第二顺 这是第三顺 我有三皮砖是顺着的 然后 一钉 三顺一钉 三顺一钉 垂直的啊 垂直这个 下面的啊 那么就垂直于我们这个 短是横 是吧 然后顺着我们墙 长度方向 那是顺 那么全顺顺 这都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个 两平一侧 指的是有这样竖着的转 啊 有这样竖着的转 就像我这手一样 这样竖着的转啊 就是两平一侧 两个平一个侧 好吧 这是我们的七柱工艺啊 七柱工艺 七柱方式也可以说 那么通过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专 斜器 是不是啊 哎 那么 这就是一个什么 非常重强 大家可以看到 是吧 啊 整专 斜器 而且是 我们这个 要带他 硬化一定的时间以后 是不是啊 沉降完成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缝再给他补上 对吧 啊 那么 中间大家可以看到 柱的那是什么 构造柱 是不是啊 哎 这是构造柱 那么这个构造柱起到呃增加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整体性 是不是啊 提高我们的抗震性能 如果没有这个构造柱的话 在地震当中我们说这种填充墙是最容易先破坏 是不是啊 因为他高度大啊 高度大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灰缝的问题 砖墙灰缝的宽度 我列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啊 用白水泥勾缝缝出来的一个 气柱啊 这是一个清水墙 没有任何的装饰的啊 清水墙 非常漂亮 那么灰缝的宽度意为十 就是一公分 加减二 最好是一公分啊 十个毫米 最小不能小于八 最多不能超过十二 这个大家都清楚 对不对 好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 清水墙那个图片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就是说 这个地方啊 我是针对这个定额来说的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是一个专强的预算定额 就是给大家补充这个知识点哈 有的大家 有的同学可能已经清楚了 我赶快说哈 简单一说 那么你看单列清水砖墙 还有混混水砖墙 如果都是二四零的墙的话 如果都是二四零的墙 也是单位是十立方米 我去十立方米这样的一砖后的墙 他需要多少块砖啊 需要多少人工 需要多少材料 需要多少机械 这不就是定额吗 是不是啊 定额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们所需要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都是一砖后的墙 都是十立方米 他们需要的材料和机械是一样的 但是单列清水砖墙 他的人工是18.87个工日 而混水砖墙需要16.08个工日 比如说混水砖墙比单列清水砖墙少了2.8个工日 是吧啊 约等于2.8个工日 为什么说他用的用工少 他用工多啊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清水墙的什么质量要求高啊 对不对 就像有的女孩子改宿面条件 因为它漂亮啊 是不是啊 如果说没有自信的话 那就要稍微化下桩 那就是我们的混混水墙 对不对 所谓的清水墙呢 就是单墙外墙面契成以后 只需要招缝 去成为成品 不需要外墙面进行装饰的 所以说对器官的质量要求高 那质量要求高 当然用工量不高 是不是 沙江饱满 灰缝呢 规范美观 那相对于混水砖墙而言 其实外观质量就要 对不对 就是清水墙 相对我们混水墙来讲 它的质量就高 而且强度要求是一样的 强度要求是一样的 那么混水砖墙 主要就是它表面要抹灰 或者是有一定的装饰面的强体 所以说常规说 平不平一把灰吗 不管你去的怎么样 灰缝怎么样 反正有了 这个外装饰的话 都看不到了 是不是 好的 结合这个问题 稍微补充一下这个知识点啊 那么专强的水瓶灰缝 刚才说了 要规范要美观 是吧 那么它也有很多 不规范不美观的哈 专强的水瓶灰缝 沙江的饱满度 不得小于百分之九十 垂直灰缝呢 亦采用挤浆或加浆的方法 不得出现透明缝 虾缝和甲缝 不得用水来 冲浆灌缝 那么所谓的透明缝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通过这个缝能 透光竟然是哈 沙江不饱满 导致墙体透光 多为树缝 这是我们的这个透明缝 那么什么是虾缝 所谓的虾缝 就是说气体中 相邻的块体间 没有沙江 没有气住虾缝 彼此接触的水瓶缝 或者是树巷缝 我们称之为是虾缝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 对不对 两块钻按到一起 这就是虾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可能是由于排砖排不好 特别是到了边上 或最上面的时候 浆就放不上了 他又工人又懒得 在把那个砖再抬 或者是怎样 他就塞进去了 所以说导致两块砖之间 没有足够的沙江 没有沙江 沙江很少的那种 我们称之为是虾缝 假缝就是假的 没有缝 气住者气住错误 导致不横平竖直 所以说就用沙江了 画上一条缝 假缝 简单了解一下这个东西 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学一些这个具体的气住的一些技术要求 在气体墙上流至临时施工洞口 其侧边离交接处墙面不应小于500 因为你毕竟留这个洞口 还是对我们的承载力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你离着这个交接处的墙面 还是要稍微远一点 不得小于500 这个500前面刚刚是讲那个铺江法的时候 日间温度超过30摄氏度的时候 铺江法不得超过500 是不是 那么这个洞口 贵应超过一米 又来了 一 前面有一个大墙面模板的时候 大模板在拆除的时候 混凝口墙都拿到一个兆态 是不是 拆就出来一了 洞口 如果你去过施工工地现场的时候 你就会有所感觉 那个洞口 每个洞口都很简 是不是 刚好就是一个工人推着小推车 基本能过去 你开大了 它会影响我们强体的承载力的 所以说洞口一般不大 不应超过一米 抗震设防力度为九度级以上的地震区建筑物的施工洞口的位置 是不得随便设的 应该会从设计单位来确定 那么临时的施工洞口应该做好补气 你又不是永久的 是不是 好 那么不得在下列墙体或部位设置脚手眼 哎呀 经常考作选题 挺讨厌的 让每一条都过一遍 我都给大家补上了这样的实体的照片 来增加大家的这样的感性认识 首先第一个 半砖后的墙 120后的墙 清水墙 我要求美观啊 是不是宋面朝天你给我打个洞 留个脚手眼的多难看啊 料石墙 是不是啊 啊 独立柱 吧 所谓的料石造毛石吧 毛石就是开采出来的 没有经过加工的 那么经过加工比较整齐的那个称之为是料石啊 料石墙 所以说你也不能给人打动 独立柱 是不是啊 独立柱或者是副墙柱 那么我给大家放了一个副墙柱 是不是啊 当然这是有可能是个装饰性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独立柱单独的 副墙柱和墙连到一起的 是不是 这个图还是比较形象的 是吧 在这样的部位 本身这个墙就不厚 120 是不是啊 你再放脚手眼 再放脚手 加上它承受贺改 有点危险 清水墙美观 料石墙美观 对不对 啊 我们的副墙柱 独立柱 是吧 不能社交手眼 第二个 第二个 大家先看一下 过梁上与过梁 乘60度的三角形范围 提过梁净跨度二分之一的高度范围 先说与过梁乘60度的三角形的范围 是吧 过梁三角形的范围 以及过梁跨度的二分之一高度 这个高度的范围 都不能设角手眼 所以说啊 啊 当然这还不是梁的跨度 是净跨度的二分之一 是不是啊 净跨度二分之一 所以说 那么又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 不能设角手眼 是不是啊 不能设角手眼 好 这是第二个 是不是啊 第三个 宽度小于一米的窗间墙 是不是啊 一米 刚才说了临时洞口 也是不得 净超过一米 就是这样啊 宽度小于一米的窗间墙 就是两个窗户之间的那个墙 太小了 都小于一米了 你再给它设角手眼 让它承受 贺载 太危险了 是不是啊 门窗 洞口 两侧 如果是实气体的话 是三百 其他气体的话 是两百范围内 不得设角手眼 那如果是转角处呢 实气体呢 是六百 翻了一番 其他气体呢 翻了一番还要多 是不是啊 刚才是三和二 这是六和四五 是不是啊 翻了一番还要多一点 增加了一个二百五 哈哈 二百加二百五 是不是四百五 增加一个二百五 这转角处啊 转角处 梁或梁垫下 集齐左右 五百的范围内 梁垫 是不是啊 是吧 啊 就是这个 比方说这个梁 下面这是一个梁垫 梁或梁垫下 左 集齐左右 啊 就是这个梁上 不能设角手眼 对不对 梁垫下 也不能设角手眼 左右五百范围内 也不能设角手眼 是不是啊 好 下一个 设计不允许设角手眼的部位 这个没什么考虑 轻置墙体 本身就是轻置 主要是用于保温的 对不对啊 这个是不能设角手眼的 夹心 符合墙 外液墙 来看一下 它主要是 也是社交手眼 影响美观 再可能是影响 它的保温之类的一些性能 那么夹心符合墙 外液墙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几层啊 是不是啊 我们从这一侧 与这一侧 先是外式面层 这叫外液墙 然后空气层 保温层 内液墙 中间是保温层 所以说你的外液墙 外式面 那主要就是美观 是不是啊 夹心符合墙的外液墙 主要是装式面 你设个角手眼就很丑了 是不是 好 不允许设置角手眼 那么角手眼在骨气的时候 应该清除角手眼内掉落的沙浆 灰尘 角手眼处 砖及甜塞用砖 应该湿润 我们正常 我们普通的烧结砖在气阻的时候 应该也是提前浇水湿润 对不对 并应填石沙浆 不得用干砖填塞 这个基本没有考虑 砖墙的转角处和交接处 这是非常关键的部位 转角处及交叉交接处 比方说梯形部位 是不是啊 梯子部位 或转角L部位 那么应该同时气阻 严谨无可靠措施的内外墙 分气施工 在抗震摄防烈度 8度及以上地区 对不能同时气阻 而又必须留置的临时间断处 应该气成斜差 普通钻气体斜差的水平投影长度 比方说流成这样的斜差 水平投影长度 不应该小于高度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这个高度如果是一的话 那么你的不应该小于三分之二 就是说你不能太陡 对不对 不能太陡 多孔钻气体的斜差高比呢 长高比不应小于二分之一 就是说多孔钻的话 它可以更斜一些 顺畅它可以是二分之一 那么斜差的高度 不得超过一步小手架的高度 好 我们来看得出 这就是一个斜差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斜差 所以说斜差的高度 不得超过一步小手架的高度 而且是你斜差的水平投影长度 对不对 那么不得小于高度的 对于我们普通钻三分之二 多孔钻二分之一 对不对 好 这种斜差 钻气体留斜差的时候 三分之二 是不是 三分之二 好 这个结合这个实际的图 有一感性认识就可以了 又是很长的一段 我们的钻气体为了保证它的 如果它是承重墙的话 为了保证它整体性里边要放钢机 拉结机 是不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 非抗震设防及抗震设防列度为六七部地区的离时间单处 当不能有斜差的时候 除转角处可留直差 但直差必须做成粗差 粗出来 留直差处应该加设拉结机 那么拉结钢筋的数量为每一120后墙后应该放置一根56的拉结机 那么如果你的墙本身就是120后呢 那就是最少要两根 是不是这样 两根 那么你如果说240的话 是不是这样 那就三根咯 对不对 三根 好 间隔 两根 费6钢筋之间间都不能超120 对不对 好 那么间距呢 沿墙高 不应超过500 就是每个500 来这么两根或几根拉结机 隔500来这拉结机 不能超过500 是不是 且数项间距偏差不应该超过100 就是你毕竟在放钢筋的时候可能 是不是 那有偏差 偏差不能超过100 不是 不应超过500 加减100 是不是 偏差嘛 不应超过500 而且是偏差 不能超过100 那么 埋入长度从流差处起 算起 每边均不应小于 埋到墙体里边的长度 均不应小于500 这和数项高度是一样的啊 对于抗震摄防烈度 6度 7度 必须不应小于1000 末端应该有90度的弯钩 就是说对于普通的埋入长度 应该是500 那么对于抗震摄防烈度 这样子6度 就及7度的话 不应该小于半倍 末端还得有90度的弯钩 好 我们看图好不好 就是说 最好不要留 是不是啊 你想留差的话 可以是斜差 那不能留斜差的临时洞口 说我们要做直差的话 那直差应该是什么 凸差 对不对啊 凸出来 那么这凸差里边要放钢筋啊 放钢筋 那么 嗯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的话啊 还是这个图是一样的啊 这个彩图更清楚 那么看这个样的话 应该是个240的墙 是不是啊 240的墙 那么 如果说你是120的墙的话 里边应该至少是两根发流的钢筋 是不是啊 好 我看一下这个规定啊 拉结钢筋的数量为 每120墙后应该放置 一根发流的钢筋 如果是120的墙 就应该放置两根 是吧 这是240的 那么一说 呃 两根钢筋之间的距离是不能超过120 是吧 那这样子的话 240的墙放置两根钢筋还是可以的 是吧 两根拉结筋 那么再一个就是拉结筋 你看这一层和这一层的高度是不能超过500 是吧 不应超过500 对不对 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这个 那么这个还要有90度的弯钩 对不对 好 那么深入的长度 对于普通的要大于等于500 对于67度抗震摄防烈度67度的地区 我们这个长度要超过1000 能跟上 好 也就是说要凸插 是不是啊 我放钢筋呢 是560的钢筋 至少两根560的拉结筋 末端要做96弯钩 数项的间距是500 满入的长度也是一般是500 67度的话 分加一倍 好吧 结合这个图就可以理解了 就是不用看那些繁琐的文字了 来 还是这个样子 设有钢筋互民谷构造住的 我们刚才看到过构造住 是不是啊 抗震多层钻防 应该是先绑扎钢筋 然后再弃钻墙 最后交住混凝处 这个施工顺序要明白啊 施工顺序啊 先绑扎钢筋 然后再弃墙 然后再交住混凝处啊 这个是经常考的 那么墙与柱呢 应该沿高度方向 每500和刚才那个规定是一样的啊 高度每500摄两根36 每边深入 你这个构造住 你如何稳啊 你和墙 有效的连接 就是这样啊 那你深到墙内 不应小于一米 构造住应该与圈梁 它要顶天立地的哈 它要和圈梁连接 那么 它构造住 钻气体 我们构造住的设置 就是要增加我们钻气体的什么 整体性和抗震性能了 是不是啊 这不就是提高抗震性能的措施吗 构造住圈梁 是不是啊 这在前面我们讲过的 构造住应该与圈梁连接 钻墙应该契乘 马牙叉 每一马牙叉 沿高度方向的尺寸 马牙叉 沿高度方向的尺寸 不超过 300 不超过300 马牙叉从每层柱角开始 一先退后进 该层构造住 胶住完之后 才能进行上一层的施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施工顺序应该是先绑扎钢机 然后弃墙 最后交住混凝土 是不是啊 好 那么我们的构造住要和圈梁连接到一起 是不是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构造住呢 要和这个有垃圾巾 是不是啊 也是每隔500 设两根垃圾巾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一根 这是一根 对不对 不超过500啊 然后又两根 那垃圾巾 进入我们墙体的深度是多少来着 一米 是不是啊 一米 那么这个突 是不是啊 这个突出来进去 这就叫码牙叉 是不是啊 这个码牙叉的高度 我们说不应该超过多少来着 300 是不是啊 码牙叉就是这么一块啊 这么一块 它的高度不应该超过300 我们来看一下啊 钻的厚度是多少来着 钻的厚度是53 是不是啊 是53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12345 乘以5 对不对啊 这就是3511525265 是吧 然后再加上灰缝呢 对不对啊 四个灰缝 就40 差不多了 对不对 就不会超过300 也就是说 码牙叉最多几皮砖 五皮砖 如果你六皮砖的话 就超过那个300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五皮砖 像这个的话 码牙叉就是 123 这就是三皮砖 最多不超过五皮砖 而且是人家说了 是怎么着来着 步角是先退后进 你看 这不是先退吗 先退的话 再保证我们构造度 在最底端 这个截面是最大的 截面最大 你承载力就高啊 是不是啊 你要是先进的话 那不就是 你的构造度 就是这样子了吗 是不是啊 那你直接和 地面接触的这个 这个面子不就小了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 应该是什么 这样子 是不是要构造住啊 因此我们的砖是 先退后进 才可以保证 我们构造住 最下面的 截面尺寸是大的 然后再是小的 然后再是大的 你明白 所以说是先退啊 你看一下 这就是个柱角 先退后进 是不是啊 先退后进 才可以保证 我们构造住最底特 我们这个是最宽的 就好得是你看柱子 是不是有柱角啊 是吧 等待它的截面面积 出展力就强啊 是不是啊 好嘞 这是关于这部分啊 那么拉结机啊 那格五百和刚才一样 两根筛六的钢筋 考试是考过的啊 筛六的钢筋 没必要太粗 你不要太粗 好 端墙工作段的分段位置 亦设置在变性缝 高造住或门窗洞口处 相邻工作段的啊 相邻工作段的气柱高度 不得超过一个楼层的高度 也不易 也不易大于四米啊 也不易 大于四米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放一个图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施工段 在划分的时候 亦在变性缝 构造住或者门窗洞口 所以说这个就是按照什么 构造住来划分的 是不是 所以说先退后进 先退后进 因此你看一下构造住 最底侧 是不是啊 最底侧 底面积是大的 是不是啊 那么相邻两个工作段 高度 对不对 不得超过一个楼层的高度 像这样子 不得超过 那我差距是一个楼层 可以吗 可以 不得超过它 因此我画的这个 而且也不易超过什么 四米 对不对啊 高差也不得超过四米 不得超过一个楼层 或四米 有感性认识了 是不是啊 有感性认识就可以 好 正常施工条件下 钻气体 每日的气阻高度 亦控制在 1.5米 或一步 脚手架的高度内 刚才我们说 这个留斜叉的时候 这个斜叉的高度 一般不得超过 一步脚手架的高度 是不是啊 那么上位施工的楼板 或污面的墙 或者是柱子 当可能遇到大风的时候 其允许自由高度 不得超过规范规定 否则必须采取 离时支撑等有效措施 他考都不会考你哈 那么之所以讲这个问题 就是你看一下 这样的一些气高 是不是啊 气高的墙体 真的是遇到大风的时候 还是挺危险的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说 每日的气度高度 我们亦控制在 1.5米 或一步脚手架的高度 一步脚手架 刚好就是你这个 你之所以有脚手架 就是你去到这个位置 够不到了 是不是啊 再高就不方便施工了 一步脚手架 对不对啊 所以说 每天的气度高度哈 可以超过1.5米 或一步脚手架的高度 那刚才我们讲的是 相邻两个施工罐 不得超过一个楼层 或4米 你要记得哈 不一个事 是不是 多孔砖 多孔砖的孔洞 应该从垂直雨 受压面来气度 我给你放了个图 是不是 这是受压面 垂直雨 对不对 好 看图就知道了 是不是 那么 稍结空心砖 空心砖墙在气度的时候 空心砖的孔洞 刚才是多孔砖 多孔砖 它和不一样哈 这个多孔和空心 它的孔系率是不一样的 空心砖的孔系率更大 我们计算应该超过40%好像是 空心砖墙在气度的时候 空心砖的孔洞 它不是垂直于手压面 它是水平的 OK 它是从水平方向的 那么门窗洞口两侧 由于它要固定那个门窗框 所以说门窗洞口两侧 一砖范围内 你是不能用什么空心砖的 应该用普通的 实心的这个哈 稍结的普通砖来气度 此处是不能留砖孔的 那么空心砖墙底部呢 一气三提的这种 稍结普通砖 也主要是起到防潮的作用 空心砖墙的转角处 及交接处 刚才讲了 普通砖应该是同时气 是不是 不得留直插 留斜插的时候 其高度不易超过1.2米 那么空心砖墙气度 不得流插 中途停歇时 应将墙顶气平 好 那么简单 我们看几个题目 好吧 来 砖气体工程中 可设置脚顺眼的墙顶或部位时 这个什么 胶水湿润 这一部分 在二件当中会有 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一件 基本上就不涉及了 基本上就不涉及了 比方说我们这种 什么混凝固 小型空心器块 最起码要达到28天07 是不是 一般不需要胶水 空气干燥的时候 要提前胶水湿润 到了一件 基本已经不要求 那二件 课本当中说的很细 这块不会抗你的 这题目选什么 非常好 可设置脚手眼的 气体门窗洞口两侧 我们说过 气体门窗洞口 实气体是300 是不是 普通气体是200 如果是转角处的话 这个翻翻 这个加250 加250 就是450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窗间墙 我们说窗间墙太小的话 这个承载力是不够的 不能放胶手眼 我们说那个窗间墙 只要小于一米 就不能射胶手眼 800是肯定不能射的 是不是 好 就答案选 白 没问题 大家记忆力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是有刚机混凝土构造住的 抗震多层专房 其施工顺行应该是 这送分题了 应该是先 绑扎钢筋 然后再砌住 然后最后交住 混凝土 是不是 没有问题 一是不是 刚才有同学问 是不是问这个了 人家是说窗间墙 小于一米的窗间墙 不得射脚手眼 那你是800肯定不能射 是不是 人家问的是可设置的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 刚刚隔了一年 所以说钻器体这个 每年都会出一个选择题 基本上都是这个规律 它考得很细 考得很细 240后的钻器体程中 强每个楼层 强体最上一体钻 有的时候咱们不注意 是不是 我给你放了那个图 你又看到了 最上一体钻 它为了增加它的承载力 是不是 它钉器 整端 钉器 所以说这个答案应该选择B 整端斜器的 是非常动强 非常动强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刚才说到混凝土的小型空心器块 是不是 对于二件的话会说 它的零器不得少于28天 对不对 对于一件 这块要求就放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 混凝土小型空心器块 分为普通的 以及轻骨料的小型空心器块 所谓轻骨料 里边就是不是普通的石 石子 应该是像陶粒 陶粒就是轻至多孔的 轻至多孔的 但是它吸水率很高的 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器块 是不需要对小器块浇水湿润的 如果遇到天气干燥炎热 亦在气柱前 浇水湿润 我刚刚强调过了 对于轻骨料 这个混凝土 小型器块 应该是提前浇水湿润 因为它那个轻骨料 它吸水率很高 块体的相对含水率 异为40%到50 雨天及小器块表面 有浮水的时候 不得施工 再没什么考虑 小器块施工 应该是对孔错缝搭气 那我们的转不也是什么 它要对孔 但是那个缝也不能对起来 是吧 孔要对着 但是缝要错缝 灰缝要横平竖直 宽度呢8到12 和刚才前面讲 钻气体是一样的 那么水平灰缝和 树像灰缝的沙江饱满度 一按净面积计算 不得低于90% 这比我们刚才说的 嗯 钻气体 水平灰缝 饱满度不得少于80% 对不对 到了这个地方 啊 满民土小型气块的话 要求是不得低于90% 不得出现霞缝 透明缝 假缝 哈 好 那么 填充墙气体工程 我们简单看几个吧 好不好 烧结空心砖 增压加气 混凝土气块 清古料 混凝小型空心气块 等等啊 在运输装卸过程中 研制 研进 抛制和清造 进场后应该按品种 规格 堆放整齐 那么堆质高度 不应该超过两米 这个会在 案例题当中考 考过好几次了 那么提到堆质高度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这个挖土方的时候 不能在这个 鸡坑边 是不是啊 在鸡坑边 大量堆放 这个挖出来的土 是不是啊 如果堆的话 离坑边 不得少于多少 两米啊 你要远离两米 然后堆放高度是多少 堆放高度是 一点五米啊 这个地方堆放高度 是一点五米 不得超过一点五米 砖是不得超过两米的 这个啊 结合起来 记忆 好吧 结合起来记忆啊 那么这个镇压加气 你要是雨淋的话 会影响它强度的 吸水率较小的 啊 清古料 有的一般 它是吸水率很大 那也有吸水率小的 那么吸水率较小的 清古料 混凝土小型空心器块 即采用薄灰气阻法 所谓薄灰就那个灰缝啊 一般是 二还是四来的 几个毫米 非常薄 它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八到十二个毫米 它很薄啊 气阻法施工的增压 加气小型气块 气阻前呢 那就不需要对它 浇水湿润了 而且有前提啊 吸水率较小的话 就不需要浇水湿润了 是不是啊 好 为什么我们这个 烧结的普通砖要浇水湿润 那是因为它有吸水率 吸水率很大 否则的话 你要不提前浇水湿润的话 我们放上沙浆 它就把沙浆的水都吸进去了 是不是 影响强度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清古料 混凝土小型空心器块 或加气混凝土 这个加气混凝土气块 一般比较轻啊 就是加了引气剂啊 加了引气剂 它是轻至多孔的 一般是保温啊 或者是作为这个非承重墙啊 一般作为非承重墙啊 如无切实的有效措施 不得用于以下部位啊 那么这四个东西 要么是多选题 要么都是案例题 你知道哪两个啊 一个是清古料 一个是蒸芽加气啊 加气 防潮层 清古料我们说了吗 它比较容易吸水 是不是啊 所以说防潮层以下部位不可以 长期浸水化学启食的部位不可以 长期有振动员环境 比方说有振动台 是不是啊 长期有振动员的环境的墙体 那你就不适合用它来气住 那气块表面经常处于 8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 那有一些比方说 像这个烟囱啊 不顾 锅炉啊 周围的墙体 是不是啊 经常处于80度以上的高温环境的话 是不能用它的哈 好 那么在厨房 卫生间 浴室 这不就是潮湿的部位哈 有水的部位 还用清古料 混凝土 小心空心气块 增压加气 混凝土气块 和这个一些一样的前提啊 气住墙体的时候 底部 刚才说了 不是不能用到潮汁层以下部位吗 潮湿的部位也不行 是吧 厨房 卫生间 淋浴室 那么底部应该是 胶住混凝土的砍台 那高度应该是150 是不是啊 好 这个地方我说一下啊 在上一次 我们讲这个 上一节的时候啊 讲气体基础施工的时候 哎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卫生间等有防水要求的空心小气块墙下 是吧 空心小气块墙下 应该灌食一皮砖 或设置高200的混凝土带 那和我们刚刚讲的这个150是有矛盾的 是不是 其实这个是错的 其实这个是错的 就是在更正的时候 以前确实都是200 老规范的时候都是200 到了一一版规范的时候就改成150了 但是咱们教材呢 在修订的时候 哎 这个地方修订成150了 前面没有修订成150 啊 你就不要理他 这个200其实就是一个错误啊 我们看一下那个规定 这就是我们气体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当中的一个 一个条文 这个条文就是9.1.5 就这句话 跟我们课本上这句话完全一样 厨房卫生间浴室冷促 采用清古料 小型空心气块 增压加气气块 来气墙的时候 墙底部一胶着混凝土 砍台 高度意为150 高度意为150 这是准的 所以说 这个 是吧 两样加气气块 混凝土砍台 是不是啊 会有混凝土带 你看 先交出完 是不是啊 150 明白啊 我上一次在讲的时候 讲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同学就提出来了 不是150吗 是不是啊 我在这儿 给你一个解释啊 给你一个解释 150是对的 200是错的啊 意为150啊 意为150 好 那么做几个题 搞固一下 好吧 来 245 是不是啊 B 第一 清除表面的污物啊 然后底面朝上 因为底上是没有孔的 这样才可以铺沙浆 是不是啊 小七块 零七应该达到28天 刚才有同学跟我说了 是吧 这个地方是指的是什么什么基础 这个部分是处在气体基础施工部分 但是你卫生间有防水要求 卫生间在基 在基础上吗 啊 这不还是卫生间的吗 是不是啊 这不还是卫生间吗 它不是 就是这块内容 这两段这块文字是在气体基础施工那一部分的 但是它指的不是基础啊 指的不是基础那个部分啊 所以说咱课本有很多错误的啊 有很多错误的 我在上课的时候会陆续提到那些小错误 是不是啊 好 那么这个问题啊 B 第一 好 接下来 关于小型空心气块气柱工艺的说法正式的事 这是一四年考虑 有混凝土砖 一般没有混凝土实心气块 混凝土实心气块直接混凝土胶住好了 那干嘛要做成气块啊 是不是啊 那么这答案选什么 C什么 还有选四的 我说一下哈 防潮层以下的空心气块哈 那么如果说 当然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说防潮层以下 本身就不能用那些什么什么 呃 青骨料 空心气块 或者是镇压加气 混凝土气块 是不是啊 刚才说到了 如果说这个空 这个气块 我们用混凝土灌石的话 大家要给我记住哈 灌石的混凝土强度C20 记住他哈 如果说灌石 它里边的孔洞哈 全是C20 没有C15 不得低于C20 用不得低于C20的混 混凝土把那孔给我灌石 啊 用的是C20啊 少下肯定不能通缝啊 缝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是不是 我们不能采用铺江法呀 可以 对不对啊 可以 来 这个题 来 加气 混凝土气块 如无切实有效措施 不得使用的 不未有 啊 对 防潮层以下 这种实心砖 可以 这提答案选什么 为什么有少许 人家说的是长期啊 地就是一个最大的干扰项 你就成功的被初期老师挖到坑了 哈 人家当时说的什么 是有长期处于有震动源的环境 不是说你抗震摄防烈度八度 能明白 你抗震摄防烈度是八度 也不代表你前期震呢 长期处于有震动源的环境啊 长期处于80度以上的高温环境 因此理解东西一定要准确 不能似是而非哈 C20和CB20没有什么区别 C20就是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CB20加上B指的是灌孔的 就是我们那个空心 混凝土的空心器块 你想那个把那孔灌石 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我们一般写成CB20 明白了 一写到CB20 就知道这块是用于 灌那个混凝土空心器块 孔的混凝土 它的强度等级 仍然是C20 明白了 有没有B 其实无所谓 有没有B 无所谓 只不过加B的话 单独告诉你 这是灌孔用的那个混凝土 灌孔 空心器块灌孔用的那个 好 这个 关于气体结构施工的做法 错误的是 虽然是二件的题目 巩固一下 好吧 CB20和C20没有区别 都没有区别 我不知道你们问的是什么 没有 任何区别都没有 就是一个标记 带上B 就是意思就是 这是灌孔用的混凝土 这题答案选什么 选B 非常好 非常好 选B 对方高度1.9米 没问题 是不是 不应超过2米 1.8 1.6都可以 是不是 提前两天 交水试问是对的 亏放8到12 是不是 有同学说了 抓紧下课 抓紧下课 好 做完题 来 16年考的意见的一个多选题 关于气阻沙江的说法 正确的有 为什么二没选呢 刚刚讲过 我们的水泥沙江还有水泥混合沙江 搅拌时间不得少于两分钟 如果你加粉没灰了或者加了外加剂了 你搅拌时间可以延长 不得少于三分钟 这个答案应该是ABC 对不对 同堂应该留置一组实块 对不对 应该是三个事件为一组 是不是 好 还看这个案例题吗 还有几分钟 还是看吧 好吧 看完咱就下课 好吧 看完咱就下课 这个题考的很细 这是16年的一个案例题 某新建的体育馆工程 建筑面积是23000平方 现胶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 网架屋盖 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 地下室的顶板 设计有后章法 云立混凝土 那样后章法 那么 填充墙气体 采用这个考的很细 有点超纲 达课本上没有出现 单排孔或多排孔的东西 但它按例考到了 采用单排孔的青骨料 混凝土 小气块 专用小气块沙浆气度 现场检查中发现 进场的小气块 产体零期达到21天后 即开始浇水湿润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是不是 应该是28天 是吧 在小气块表面出现浮水后 开始施工 肯定不能出现浮水 对不对 好 将小气块的底面朝上 反去一抢上 是不是啊 哎 那么小气块的搭接长度为 块体长度的啊 三分之一 这个 嗯 搭接长度应该是二分之一啊 那么 气体的沙浆饱满度要求 就这个很讨厌啊 这个 饱满度是和单排孔 还是双排孔 是有关系的啊 水平后90% 受强恢复 85%以上 那么强体 每天的气速高度 每天的气速高度 我们说 一围 一点五米 对不对 好 那么 填充墙 气柱后 多少天 摒气施工 哎 刚才我放过图 问过 七天对不对 哈哈 七天对不对 为了施工方便 在部分墙底上 留置了 近宽度 11.2米的 临时施工斗口 你知道 这个东西是否能超过 多少来着 一米的 是不是啊 哎 监理工程师要求 对错误之处 进行改改 最起码 你能发现什么 一 二 对不对 三 四 啊 这个应该 多少天 14天 这个1.2米 肯定不对 是吧 你肯定是能发现 几个错误的 对这个题考的很细 我说过 专气体这一部分 每年 他还是会考的 要么再选择 要么再按理题 当中考察 大家 就问有什么 不妥之处 然后说正确的做法 通过这个题 咱们再把刚才那些 细节的点 再给大家过一遍 好吧 第一个不可知处 21天 凝气的话 所用的小型气块 或凝图小型气块 产品凝气不得 不应少于28天 表面有浮水的时候 不能施工 是不是 那么单排孔的 单排孔的小气块的 搭接长度 应该为 块体长度的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说一下 这个地方 就是小气块 强体 应该是 孔对孔 错缝 是不是 类对类 错缝 搭气 单排孔 刚才我讲错 就是单排孔和多排孔 是在这个地方有影响 单排孔的小气块 它的搭接的 长度 依为块体的 二分之一 多排孔 小气块的搭接长度 可适当调整 但不易小于 小气块长度的 三分之一 且不应小于 九十毫米 这个地方 是我们 气体 就是 这个 刚才 后一组气块 什么什么气度 质量规范当中的 一段话 它的规范性的条温 我跟你扣出来了 这个是超纲的 咱们课本上 根本没有分 单排孔 还有双排孔 对不对 单排孔 还有双排孔 第二个就是 沙浆的饱满度 对 这个没有超纲 这个没有超纲 这个是对的 刚才我们提到过了 是吧 对于普通的烧结砖的话 水平挥凤 饱满度 我们说是80% 对不对 那么对于混凝土气块 我们沙浆的饱满度的要求是 水平挥凤 所有的 所有的 就是我们的水平挥凤 和数项挥凤的沙浆 饱满度 应按正面的计算 不得低于90% 这句话我们刚才提到过了 是不是 不是 一个90% 一个85% 好 不挫四 不挫五 七天是不对的 是不是 应该填通墙 凉下口最后的三皮砖 应该是在下部墙 漆完多少天 14天 后交代养护 时间不得少于14天 大体积乎凝土 养护不得少于14天 除去我们普通硅酸水泥和硅酸水泥 养护时间不得少于7天 其他全是多少天 14天 是不是 14天 14天 记住他 这个也是14天 为了方便 为了施工方便 在部分墙底上留置了近宽度 是1.2米的临时施工洞口 刚才说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 留置临时施工洞口 其侧边里 交接处墙面不影响于 这个500 近宽度不影响过1米 哪怕你说不出来 这个没关系 为了施工方便 你在部分墙底下留置了 你把这个1.2米锅改成1米就对 这个平均都拿分 没问题 所以说这个案例总共是有6处错误 6处错误 我觉得你能答出来3分之2就很好了 案例题你拿到 是不是 我们一键案例题总共120分 对不对 3分之2是什么 3分之2的话就是0.667 是不是 0.67的一个答对率 那你及格不就是60%的一个成功率吗 而且我们说过 你的选择题 你的答对率应该在70%到80% 也就是说你给你的案例题留出来一个空间 你的案例题的答对率 比方说在55% 那一半略多一点 是不是 那你就能通过了 是不是 就是说你的选择题如果答对率高 就给你的案例题留足了空间 像这样的题目 比较细是不是 我觉得你能搭出来一半 偏多 在这很好 6个倒出来4个 是不是 好嘞 那么我们今天刚刚好把我们这个气体 是不是 施工 讲完了 那么下节课 我们将我们的钢结构 将我们的钢混凝图组合结构 是不是 还有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预制 这个 叫上装配室 装配室 好 那么有同学都着急了 是不是 可能明天还要上班 好嘞 听了两个小时非常辛苦 是不是 大家早点休息 好不好 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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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